好,但是要做窗户之前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不灵运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不灵运算跟各位可能有学过数位逻辑的那个不灵运算 是类似但是不同的事情 因为数位逻辑是零或一的世界 这边呢是立体的世界 所以它的概念是类似的但是是不同的 好,那什么是不灵运算 你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立方体 这边有一个球 那如果我把它呢,做Union 就是连级 连级,那大陆叫并级 那就会变成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呢,我今天呢,把它做Difference 插级,那就会变这个样子 而且你要这个插这个 那如果另外一个插这个的话就倒过来 会变成球中间少了一块 所以你要看谁插谁,这很重要 那再来呢,第三个是交集 交集的话就是说 球和这个两个只留下两个共同的部分 这跟那个数位逻辑里面的交集 或离散数学里面的交集是一样的意思 好,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布林运算 这一些示意图 那重点是你要按下W 可以做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 你可以直接用功能表的方式去选 好,那这边都是布林运算的讲解 这是用功能表的方式去选 选择插级,还是连级,还是交集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进入Blender之后呢 新增一个球 用球跟这个立方体叠在一起 要叠在一起 如果你没有叠在一起 它效果显示不出来 那叠在一起之后呢 选Modify Boolean Modify在哪里 在这个很像螺丝起直的这一个 然后选Boolean 那选完之后呢 设定这个Cube 然后比如说Intersect,Sphere 那Cube是立方体嘛 交集球 那就会得到一个半 四分之一球之类的这种东西 OK,那交集 但是你会看到 交集完之后怎么球还在 因为你要把它移开 你才会看到那个四分之一球 好,按下Apply确定之后 再把那个交集的部分离开 好,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练习说 OK,我做一个交集 做一个连集 做一个插集 还有原本的球 按立方体都还在 好,OK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下 这样的练习 然后练习完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怎么盖棒子了 对,你会不理认算之后 你把一个很长的那个柱子 把它放到房子里面打个洞 就是盖好窗户了 OK 好,那所以 OK,今天我们要练习这个 好 好,那所以我们就进来 先练习加一个球 先练习加一个球 所以我先用顶四角好了 在顶四角上面 我这边加一个球 好,Shield A 加一个UV Sphere 好,那我把它放到这里来 这样比较看得清楚 好,那我先按这个 然后呢,再选这个 按W 不对,等一下 我先选这个 按W W不行 好,好像功能改 那就只好用这个 用这个 Ad Modify 好,Ad Modify 这里有所谓的Intersect 那这里 Sphere Sphere就是那颗球 好,这样是不是做了交集了 OK 做了交集了 那交集就把它 OK 等一下 欸,它还可以让我选了 好 那做了交集要先按确定 按Apply 确定之后呢 把它移出来 OK 这是交集的部分 那问题是 我们原本的立方体不见了 所以我应该把原本的立方体 先保留一份 好,没关系 Shield A 再加一个立方体回去 那加完之后呢 我干脆多加几份好了 好 按Shield D 放几份在旁边 好,这样子等一下备用 那这个呢 就先按这一个 然后一样 Add Modify Bulling 然后呢 刚刚做交集嘛 现在做连集 连集跟Cube 现在是Cube嘛 跟Sphere 对 我应该跟它做连集 那做完之后 Apply Apply之后呢 按G把它移开 好 这颗球还在 再拿一个立方体回来 再继续跟它做插集 那做Bulling 插集 插集 Difference 然后 Sphere OK 好 这样Difference Sphere OK 这个插集可能你现在看不太出来 还是要移动 先Apply 然后按G移开 看不太到对 因为这个插集 插的 就是 就是在中间 所以 看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 稍微看一下 这里有凹一个洞 有凹一个洞 好 那 所以呢 我们稍微照一下相 看 有 有 确定 照相的时候就比较清楚 好 所以这个插集 OK 那 那待会你要做房子嘛 对 做房子当然就是用插集啊 用 用 连集交集 没有用啊 好 好 所以你要做用插集 所以我现在呢 我这个不要了 我就把它关掉 我把刚刚的房子先 抓回来 所以你刚刚的房子一定要存 房子没存的话 你现在就得再自己再弄一个 好 那我把那个中式的房子 诶 对 我刚刚泰式才是有图颜色 用泰式的 好 我把泰式的房子抓回来 这边 先取消 OK 那我先移到 一样回到正式的角 这样比较容易操作 那我按Shift A 去加一个Cube 好 把它缩小 缩小 因为我窗户不想太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这边 选这个 拉拉长 拉长 然后呢 穿过去 从这边看得出来 诶 穿过去是穿过去的 可是位置好像怪怪 那我如果想打在中间一点 那我就放这里 好 好 那OK 这样子 应该有 有 叠到 有叠到 好 接下来呢 我就一样 选这一个工具的这边 好 选Bulling 选Bulling 我要先选房子 再选柱子 这样子做插击 才会是房子减掉柱子 如果你反过来的话 就变柱子减房子 就不一样 好 所以呢 我按Difference 好 Difference 然后呢 按Cube 诶 这没有那么多Cube 对 因为有两个Cube 一个是 现在我搞不清楚名字 所以这里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 正确的命名 还蛮重要的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最好是先做正确的命名 这个是Cube 所以这个房子 我叫不要叫Cube 我叫House Body House Body 这样会比较清楚 那这个呢 这个也不是Cube 就是House Roof 就是房子的屋顶 那这个呢 就Cube 没关系啦 就Cube 好 那这时候 我就用这个House Body去剪 这个确定现在是House Body 然后去剪掉那个Cube 好 Difference 按Apply之后呢 把这一个柱子给拿走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多一个洞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窗户 好窗户 好 这样看得出来 好 OK 那 请各位试试看 做出你的 做出你的 有窗户的房子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你从这个窗户看进去 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不是中空的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这样子做 会打出一个老鼠柱的方式 我们不是人柱 好 那所以呢 这该怎么办呢 来 我们回到之前的步骤 好 在还没有 在还没有做插击之前 我们先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呢 我先到底四角去 然后我按Tab 按Tab做什么 就是进入编辑模式 进入编辑模式的目的是 我要把他房子的底下那一面给拆了 好 我现在按全选全取消 全取消 OK 然后呢 我要把那个底下那一面给拆了 不然我的房子永远都只能给老鼠住 好 好 来 那所以 我按 选面 按S 他问你说要拆什么 要删除什么 删除面 Face 这样子呢 OK 我们再回来 刚刚的那个 那个 原来的地方 接下来我再 再回到物件模式 用这个物件再去跟他做插击 再跟这个Cube做插击 和Apply 再把它移开 等一下我移错了 好 这样子 感觉好像 到底对不对 看一下 诶 我的 底面不知道有没有移軸 看一下 有诶 应该有移軸 哦 有啦 这样应该已经是空的 只是看起来怪怪的而已 确实已经是空的 那 确实已经是空的 而且你从下面 诶 他里面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衡量 这很怪 这很怪 那 只能这样 如果他里面还是这样 还是多了一个衡量 那 那我只好这样做 就是进去把这个衡量再砍掉了 好 那 这真的很怪 我没碰过这样 多了一个衡量 那就按S吧 这下应该是删除边就好了 这样 好像怪怪的 下面也不见 好 我 我选的太多了 诶 如果我删除边的话 这几个边 哦 我连这一个边也删了 所以我不能删这个边 那不行啊 那我应该删除面 对 我应该删除面 所以我应该把衡量的四个面都给拆了 诶 不对 我如果删了面的话 这一个边也会不见 那我应该选线就好了 我 我删除线总可以吧 我删除四条线 对不对啊 看一下 诶 对 应该对 删除线 删除线 OK 现在看起来好像OK了 还有两条吗 还有两条吗 看起来没有 看起来没有两条了 这两条线是对的 因为 因为你打了那个洞之后 它本身的模型会变化 它会多了一些线 但是这些线不代表说 它的那个立体的那个是存在的 所以会多线是正常的 但是你只要看进去是空的就行了 现在看进去是空的 所以居然还有这个问题 之前打都没有发现 那另外是当你会发现说 这样好像还是不够好 不够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房子就好像一个纸片一样 非常的薄 那照理讲房子的墙壁应该有点厚度 如果你这个也要稍微计较一下的话 那应该还有个工具叫做solidify 我们稍微回到这里 物件模式 add modifier solidify 让它呢 做厚度 厚度是多少呢 我这边 如果做厚一点 0.1有没有看到 它厚度有出来 这样厚度就有出来 墙壁确实应该厚一点 所以0.1应该ok 好 所以这时候就有做出厚度 ok 所以现在我们做出了房子 这个柱子呢 就不要了 砍掉好了 好 只有一个窗户 只有两个窗户 ok啦 没关系 就这样 好 好 那这个房子 有窗户的房子就盖好了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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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